合作嘛, 我就看看你待會怎樣跟我們合作 要說不說的 我知道, 不過他現在是嫌疑犯 當然要審犯地審他 阿頭… 怎麼樣?是不是準備好跟什麼東西進去 阿頭, 待會進去你就不用跟他客氣 有這麼尖銳得這麼尖銳 聞到他嘴巴嘴巴就適合了 就逼他四個, 要他什麼事都適合出來 阿頭說, 整件事NB要保密 他不順便可以 拿這個藉口用來做擋箭牌什麼都不說 所以整個萬萬的過程 我不用進去, 也不需要錄影 那是怎樣? 即是你們可以閉上眼, 休息一會 今天我們關於王正和被殺案 有些問題想找你幫忙 你知道鑑於NB的保密法 我是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 我預料你不會這麼說 我也明白京都裡面 不同Session的做事方式 所以這次的談話過程 只有我和你 可以恢復了手中 我們的對話是不會錄影的 所以我希望Madam你可以入座 你們別浪費時間了 你根本就是走錯方向 如果不查, 又怎知道方向是否正確 你只是一個有經驗的警務人員 如果讓你找到一些線索 我相信你也會咬著不放拆下去 我只不過想找出真相 希望你明白 那你想知道什麼呢? 黃正和死之前曾經被判球軍襲擊過 為何這隻球棍上會有你的指紋? 因為這隻判球棍 是我在黃正和出事之前那天 買去村屋送給他的 送給他? 你們是甚麼關係? 認識了多久? 這個問題關乎我們NB 這件事是兇殺案 是我們重案組的案件 與NB無關的事 我請你回答清楚 我和黃正和認識了兩年 我和他只是單純的警務人員 和善人的關係 如果只是善人 為什麼要送禮物給他? 阿嬸, 美女娘呢? 她在做事 沒有, 她就說你帶到家裡搜證 為什麼解釋了? 總之就是峰迴路轉有段時間說 美女娘很不空 現在忙著在沈, NB的美女娘 美女娘?為什麼? 原來襲擊黃正和的攀球棍 有她的指紋在這裡 說不定的事就變成殺人疑犯 好, 那有什麼事你給我電話 好, 再見 再見 江仔, 有沒有開信? 開信… 來, 交給你 你這麼危險, 想插死人嗎? 不好意思, 那我插不到你了 謝謝 江仔, 拿黃正和那支棒球棍的資料給我 好, 又有新發現嗎? 全靠你 有一件事我想都不明白 為什麼黃正和會冒傷重的生命危險 你會幫他做善人 第一, 他要看內藏毒 如果一毒放在身上超過十幾個小時 又或者有滲流的話, 他會冒命 第二, 他是幫大貴做事的 如果讓大貴知道他是內貴 他一定會有殺身之禍 但是黃正和還會肯幫你 你說如果他是臥底, 我還會明白 但是黃正和只不過是一個 還會冒充劣質軟制的賊家 會不會有人想急於立功破案 想逼黃正和做事 黃正和想宿殺 然後他還用非常的手段逼他 最後錯手殺了他 我沒有 我沒有殺到黃正和 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事 就是黃正和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他自願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幫你 幫得連命都不要 你現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Come in Madam, 謙上有事找你 Madam, 可否借你一點點時間 我去各個房間 你找你借我一點點時間 是不是單機受申請 應該是說我來找你 是想幫你省一點點時間 我跟阿琛通過電話 Madam, 應該不是你想找的疑犯 你看看 我看過黃正和的棒球棍的指紋報告 就當這支筆是一支棒球棍 Madam, 手指甲的指紋 就印在棒球棍的木端 即是這個位置 以他這樣握棒球棍的姿勢 絕對不是一個攻擊的動作 反而是把棒球棍遞給人 Madam, 都說那支棒球棍 是他送給黃正和 現在證據和口供都吻合 Madam, 應該是無辜的 真的這麼簡單? 有時指紋出現的地方 比指紋更重要 證據改變了 調查的方向亦跟著要改變 合照的方向亦跟著要改變 好, 假承認 好了, 一起吃飯吧 西班牙火腿 你先吃點, 很快有其他東西吃 謝謝你, 光仔 真棒, 我叫自外火腿 丁丁, 你吃這麼多東西, 因為肥死你 到時候穿不下婚紗 Sam的屠婚也有份 那你吃吧 有質給我嗎? 我不怪你有空提提他 我真的怕到未結婚那天之前 他就已經做簽體了 這個可能性很大 怎麼了?小柔, 想起案嗎? 是, 現在查到黃靖豪的案件 跟Madam媽無關 即是那邊的線索斷了 至於酒保陳子成的案件 打遊戲的十三個人 我們查過的背景是完全清白, 無可疑 除了劉珊珊說聽到有VV聲 和耳仔痛之外 其他人都沒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關 跟你有關 什麼事? 不是嗎? 哪位叫我爸爸和通伯一起上大陸 又是哪位姐姐說會煮飯煲湯 照顧我這個弟弟 結果呢?結果不是全部都是我做的 煮飯煲湯的生物是你的衣服 有點麻煩 不關你的事, 關誰的事? 你不用這麼多人來說我? 幹嘛要幫忙? 沙律 好 再見 我給你們一些東西給大家玩吧 聽到嗎? 聽到什麼? 我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怎麼樣?播完了? 播了什麼? 是嗎?電視頻聲音 對, 只有你和我聽到而已 原來這裡只有我和你還沒超過25歲 只有我們最年輕 喂… 你們在玩什麼? 小優, 過來 過來 我給你玩 怎麼樣? 沒事, 但耳朵有點疼 你在玩高頻零星吧? 聰明, 我剛剛下載 好, 這是現在年輕人最流行的 雷朵聲音 看他上課的時候, 老師聽不到 人類對二千兆克的聲音頻率 最敏感 這種零聲的頻率 就介乎一百千至一萬 所以不是人人聽得到的 人的耳窩是情卷狀形 最接近音源細胞那一刻 就是處理高頻細胞 後面那一刻就是處理低頻細胞 當高頻聲音進入耳窩 首先就會和高頻勇無神經細胞 產生共振 但每個人接收這些高頻的反應 在耳窩的時候都表現不一樣 會隨著年紀和噪音的影響而衰退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聽到 這些高頻聲音 相反, 如果遺傳基因的影響 有些人可能會對這方面 有特別敏感的反應 這不是挺有趣的 讓我先下載我來玩玩吧 我勸你就不要 聽得多這些 就會對耳窩內的勇毛細胞產生損害 你別以為自己聽不到就沒事了 其實在過程中 是會損害到耳窩內的其他細胞 會引致耳鳴和頭痛 更甚至會影響睡眠和聽覺 如果再嚴重一點的話 隨時會導致短暫失衝 這麼危險? 那不玩了, 先刪除它 小柔, 你剛才不是說那個劉珊珊 聽到VV的聲音和耳朵痛嗎 是 難道跟這些高頻有關 可以跟她做個實驗嗎 阿嬸, 你幫我找打汪遊戲的劉珊珊吧 劉小姐, 我們現在幫你做個簡單的實驗 如果你一會兒聽到甚麼聲音 我們就說就行了, 明白嗎 是 那就開始吧 劉小姐, 聽到甚麼聲音嗎 只聽到VV的聲音 是不是跟上次在玩遊戲場聽到的VV的聲音一樣 是呀 那你有沒有覺得耳朵痛, 像上次那樣 那倒沒有 或者我們再試一次 如果你覺得耳朵痛的話, 就告訴我們 唉呀, 很痛呀 跟那些聲音一樣 劉小姐, 這邊 一萬七千個Herts 有甚麼東西這麼高音頻 很大機會去救艇 死了 這都已經成為空暗現場 任何人都不可以離開 這都是震雙板 是震雙板 好, 是震雙板 就是震雙板 小姐, 震雙板 靠一斑 靠一斑 你靠一斑 靠一斑 一斑 靠一斑 靠兒 警官 警官 是懸彈的 做事吧 Sir, Madam,有甚麼事? 我們在你的玩遊戲場上找到東西 我們懷疑這把就是殺死神展成的氣槍 是這隻狗帶我們找到的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訂閱吧 吃小鈴鐺,訂閱吧